他的主题包括他要介绍 UPS加盟的机会 机会在哪里 如何能够利用强化这些优势 把这个潜能发挥到极致 对你来说 UPS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是个人的情况做一些评估 下一个步骤是说 如何让你自己能够 成为合格的申请人 他想简单细述一下 他们的产品跟他们的服务 游戏这个部分的业务 是他们主要业务核心 他说他们UPS提供这方面专业的邮寄服务呢 虽然有些客人也是希望透过邮局 或者其他方面的来寄账的服务 可是UPS还是提供这方面的一个服务 他们称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平台 他们提供打包或是包装的服务 让人们便于油寄包裹 他们承诺所有的邮寄的消费者呢 他们的包裹会准时到达 而且都是一条边的方式 邮寄到我们的客户手中 若是没有这样的承诺的话 他们会愿意办理退费 我们也有下方的服务 我们也会宣传服务 所作用, 然后在商家之间 所以如来的邮导 我们的客户手中 会让他们的邮导 员到这次邮导 来预费 宴供乐习 在这个项目已很容易 在这个项目的 我们 рассказ说 在这次邮导 里的邮导 我们可以收集 对于一般的传统邮局的业务来说 他们也提供邮箱的服务 可是最大的不同点是 一般的邮局只能收邮局接下来的信件 但UPS这种邮箱 可以包括接收他的传真 传统的邮件 包裹等等 各方面的业务他能够提供 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也提供电影 在色彩和白色 我们会在Fedex Kinko Center 我们会在各种各种各样的判断 各种各种各样的判断 各种商业或个人的 提到网站上再把它列印出来 包括搬迁的服务啊 或是商业公司楼宇的一些 相关的公司用品的服务 包括运输方面的服务 还有包括其他服务 像公正方面的服务啊 尽量提供的是一个 一站式一条龙式的服务 让客户全方位可以搞定 他们是一条边一站式的服务 他们有三大种类的客户 第一种类是个人用户 请供大家日常所需的生活服务 比如说像圣诞节要寄出一些包裹啦 暴税的季节到了 寄出一些税务的邮件 给政府机关啦 这样的服务 还有小型商业的业主啊 一般的住户啊 还有大型的用户 也都是他们基本的客户之一 人生物的既造 makes what I like to tell people that we are like a temporary agency with all of the equipment that goes along with it so if you're a small business and you have a business need our center can can fulfill your need and oftentimes our franchise owners know the names of all of their customers that come in the store so they know what our customers' names are they know what they do they're very engaged in their daily business 他们的加盟店基本上提供我们所有的祝福 还有我们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所需 如果大家去UPS的加盟店 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个事情一战搞定 尤其是帮小型商业的祝福省下很多钱 这样的话他们不用自己乘租办公室 或有其他办公设备 只要来到UPS全部可以一战搞定 他们也跟一些大公司有合作 有一些大公司的业务代表 在商旅往返的途中呢 因为不方便没有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们就等于这些商旅客户的一些 Mobile Office就是行动的办公室 他们有所谓专门的一种计划 来提供这个商业行销的服务 如果你有iPhone或是iPad 万一坏掉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到UPS的加盟店 它会把你寄回去地址去送休 他们会提供这样的费用 收费 他们有超过300个以上这样的用户 包括汇补电脑 包括AT&T通讯等等 他想稍微分享一下 加入UPS的一些优势 如何利用他的网路进一步的服务 他是说这种商业加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品牌 还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加盟系统 在这个业界服务30年 他们有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后勤的资源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 对于新产品的研发 对于新的服务的开发 他的网路系统也提供加盟商户 一些比较低廉的费用 可以买到比较优质的产品 包括他们的全国市场行销这一部分 他们每年花了数以万计的费用 在广告行销上 包括平面媒体 包括电视 包括网路 除了一般的广告行销之外呢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特别像圣诞节 他们的连锁加盟店呢 也会跟马沙史都华做配套 只要是他的消费者或是客户 买任何的东西的话 可以透过UPS的运送跟转寄 把这个礼物转寄到我们 他们的客户手上 除了全美的市场行销之外呢 他们还有地域性的 区域性的市场行销的配合 他们对于在地的市场行销 也特别提供在地的工具 以及配合 来做针对当地性的市场行销的结合 他非常引以为要的是他们训练的计划 以及他们的训练的一些服务 他有刚提到说这个训练是必要的 当你成为合格的加盟者之后呢 你必须在网上有26.5个小时的基本训练 之后才能够正式的这个面对面的训练 在这个阶段呢 加盟者要必须对于他们的市场行销的 专业术语专业用语都进行了解 之后才能够进行面对面的一些训练 在完成网络行销的这个初步阶段训练之后呢 也就是完成26.5个小时的基本训练以后呢 就必须要加盟了商店进行一星期 围起一星期面对面的训练 在下一个阶段 如果在加盟的商店完成一星期训练之后呢 就必须到圣地雅各他们的所谓的 他们的总部进行更深一层的训练 在这个训练当中呢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如何来经营 跟管理这样的商业的业务 他们有这个电脑的后勤 以及他们数位影像的应务中心 提供专业全方面的训练 这样的训练完成以后呢 所有的加盟者必须回到他们的加盟商店 再花一个礼拜的时间熟悉基本作业的流程 这是必须每个加盟店加盟商 所要经过的一些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训练